宇哥今天猛男梦回一六 为何猛男单合这么强 有人说巅峰猛男完爆莫兰特 但打不过巅峰一灵玫瑰 你怎么看呢 猛男梦回一六啊 今天我感觉你别说一六 那比一六更猛呢 一六年哪场比赛比这场比赛打得强啊 说实话一六年我认为 即便说以洛克强 猛男最终命中的角色了 发挥也没有这场比赛这么极致 这场比赛就是我感觉 猛男职业生涯 最强代表作 常规这几点的话 我认为基本上不过分的 就老服疗法上天狂了 三十好几了 那在联系当中 基本上被其他球队啊 纷纷摒弃 气质如碧履了 但没有想到七十八万的猛男呢 打出了这个七千八百万的身手 这场比赛 完全几乎就是一己之力 抗衡的强敌几率嘛 灰熊实力多强 这场比赛其实 阻力阵容基本上也稀疏续断 结果这个猛男呢 靠一己之力 几乎就是单独领决 周围队友呢 也都是临时拔下来的 包括什么考文顿 之前那会儿九速战阵了 但是猛男就是突粉嘛 这方面 别人说年老呢 也能做的 让周围队友感觉很舒服 即使传球 看谁手感好呢 当时大量给你喂 所以考文顿也是在猛男 连反的信赖之下呀 手感那块越打越触动 这个也是之前快船队 对那所欠绝的 当时快船队什么情况 基本各自为在 就每个人多少有点传球 但传球也没有猛男这么好 猛男整个职业生涯 传球其实也都是 差不多是一流水准的 你要说超一流的话 我认为费劲 但猛男他的意识 他的嗅觉 传球这块 基本上是一流 你要说他猛男不是一流 一个没有太明显 三分威胁的水 如果说他传球 真是差的话 怎么可能 长年整个的三双呢 尤其后来职业生涯 这个角色地位 越来越落后 在忽人士地下 已经打成替补了 场军助攻都六七个呢 怎么可能呢 一个人哪儿那么差 居然说他场军助攻 整这么多 那可见猛男 他这个场上的秀绝 发现队友的能力 仍然维持着极高水准 这也是快船队需要的 所以今天包括 卡顿的爆发 跟猛男都息息相关 这说明猛男呢 这么一个团队的指挥馆 他来了之后呢 快船队 以往那会儿 没有被彻底激活的 队内深厚的阵容班底 现在开始要绽放光彩了 这是猛男价值 个人发挥三球五中五 这在猛男个人的比赛历史上 也是头一次 而且极其搞笑 十八投十三中 最终拿下三十六分 外加十个助攻 还有俩盖帽 失误就俩 助攻失误比高达五 你这哪有瑕疵啊 防守又好 相比在猛男防水不漏啊 面对对方什么 莫兰特或者迪龙 甭管谁上 上就突你 篮下制造了很多操仗 经常有一打多的回合 所以猛男这场 我感觉常规赛期间呢 差不多接近 最强表现了 因为之前在雷霆时期 那不一样 雷霆时期那整体 现金结构跟他摆着 那一点好几亿的 这薪水规模 你就算说单核 那你阵容完整啊 你就算说打得好 你也谈不到说 绝对的以洛克强啊 但这场比赛 完全就是以洛克强 旁边两个 顶心圈不打 歇着九千万 猛男自己带队打赢的 打赢的是灰熊 灰熊战斗力这么猛 之前那会儿 势头上往拿下 七脸上了 猛男都能赢 这场比赛 尤其考虑到 这个关键的意义 今天赢了之后呢 就使得快船队 机会赛期间 能够保住 第四第五的位置 除此之外呢 还拥有了 接下来 面对太阳情况之下 打系列赛 拥有主场优势的可能 如果这场比赛败了 太阳队 很有可能继续赛 就用了主场优势了 那这个非常稳健 两队实力在毫离直截 谁有主场优势 谁就更有希望 最终能头上而出 所以猛男 这个比赛的意义也重 表现又好 完美也演出 这场比赛 比16年任何一场 我感觉打的更好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